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14号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5月15号星期三 外界一直都在喘 习近平的身体可能不太好 那最近有一张照片 非常火 因为反映出了其中的重大秘密 习近平可能问题真的不小 以至于都得准备着轮椅 像得过脑瘦栓的人 我们知道这样的人一定都得注意自己的情况 不能大悲大喜不能动气 但是拜登似乎还瞅准了这个机会 连续打出两拳 激习近平的火 说这些正式话题之前 先补充两个最新消息 第一个是成都 我儿子是市长的最新情况 前天成都长中街上有一名年轻人摸了一下吉普车 随后车主老太太罗某下车打人 并且要求赔偿1万元人民币 还叫嚣我儿子是市长 据网友查证车辆信息发现 这个车号川A8Q727 这辆越野吉普车 木马人 在事发当天已经完成了过户 变更的主人叫哈福 但不知道是仓促之下出现漏洞还是有意做的 变更之后 车身的颜色变了 登记成了白色 大家想谁有这么大的能力 不仅让警方可以为他去洗底 而且将涉事车辆可以瞬间过户呢 我昨天分析 老太太的儿子可能是 兼任成都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市政法委副书记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的胡国民 但是我的这个判断方向可能有误 据网友爆料说 老太太的儿子就是现任市长王凤潮 如果老太太的儿子就是王凤潮的话 那么以王凤潮59岁的年龄来判断 老太太的年龄绝不可能是官方通报的65岁 昨天我就判断 根据老太太的那种行动状态 估计她的年龄不是真实的年龄 但是我没想到如此的不真实 另外还有网友爆料 这个消息更惊人 因为官民对峙仍然在继续 据说中共西南军区已经接到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再往成都增援 关于这个爆料内容 我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找到相关的讯息 我们再来补充另外一个 江苏南通大巴车事故的最新消息 连续两天全国各地有大量的网友 前往罹难小女孩顾紫熙的灵堂去献花 孩子的父母奶奶也都出面 讲述一家人的遭遇 谴责当局隐瞒真相 我得到南通网友的爆料 当局不仅在封锁顾紫熙家人的发声 而且当局也在想方设法封同和小学学生和家长们的嘴 爆料中说 为了封住生还孩子家长的嘴 不让他们乱发声 政府部门私下保证 他们的孩子初中 可以上当地的重点中学 也就是南通二中 我不知道像我爆料的这位朋友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 但是我猜想可能是体制内的知情人士 当然也可能是来自孩子的家长 不过来自某个孩子家长的可能性 我认为并不大 因为毕竟生还的孩子是有限的 十几个 很容易被找到 所以我更愿意相信 这个爆料人可能是体制内的良知人士 其实不管爆料人是谁 都让我们看到了中共的无耻 用让升入重点中学的方式 收买生还孩子们的家长 其实这两个事件最新进展都证明 当局为了封锁真相压制消息 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这个恶魔党不在乎你信不信 只问你服不服 昨天我还向大家推荐了 扁康丸之后 有网友在下面留言问我 说扁康丸这么神 为什么不去药管局注册 其实我清楚这个网友问的话 究竟是什么用意 但是我还是解释一下 扁康丸是经过韩国官方 和美国FDA认证的 这是我敢向大家介绍 扁康丸的重要原因 我怎么可能消费 大家这几年来对我的信任呢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再向大家推荐一下 我很喜欢的台湾高山茶 这是产自台湾一千多米的阿里山山区 绿色无毒无农药 这种茶呢 闻起来它有一种花的清香 茶汤清透 喝起来是韵味悠长 几年前我喝过一次之后 就一直忘不掉 所以现在一直是我常喝的一种茶 这样的两包300克 原价大约是80美元 那如果用我的折扣码 XWKD新闻看点的第一个字母 大约也就是需要68美元 美国和台湾的朋友 还特别有一个优待 如果购物满70美元 还可以享受免费邮寄的服务 所以大家可以到蓝莓优品 去尽情的选购 今天关于习近平坐轮椅的消息 正在疯传 在习近平和彭丽媛访问法国期间 马克龙邀请了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一起跟习近平举行了三方会谈 当时这个会场被记者拍下了几张照片 大家先看这张照片 就泄露了秘密 这张照片中 一共有六个人 圆桌边坐着马克龙 冯德莱恩和习近平 习近平身后左侧是网易 华春莹 还有一名似乎是在摆弄着相机的年轻男子 估计是个记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美联社披露的照片中显示 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身后 也有几位欧洲官员 我们再来看第一张照片 大家注意 在华春莹和那名男子的中间位置 有一个黑色的轮椅 我们知道轮椅是用于特定人群的 它只出现在有需要人士的身边 或者是附近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 这个房间里面很可能有人是需要轮椅的 我们用排除法来分析 首先这个轮椅的主人 不太可能是会议室以外的人 如果是会议室以外的人在用的话 那么轮椅是不可能出现在会场里边的 要知道国际顶级外交场合 任何摆设都是有特定含义的 再说两位欧洲领导人身后的那些工作人员 他们是轮椅主人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他们有人需要用轮椅的话 那么这个轮椅应该是放在他们自己身后 或者是身边附近的位置 而不是去放在华春莹和那个记者男子的中间 当然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这种可能性真的是很小 因为毕竟外交场合出现轮椅 这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再说网易华春莹和那个年轻的男子 我认为他们也不太可能是轮椅的主人 如果是那名摆弄相机的男子的话 那么他没必要从轮椅拿到椅子上去坐着 而且这也不符合记者的身份 另外的这个轮椅它也不太可能属于网易和华春莹 华春莹只有54岁还没到用轮椅的年龄 网易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如果他腿脚不变的话 那习近平很可能不让他随访了 所以这个轮椅的主人应该是在马克龙 冯德莱恩和习近平之间 咱们先看这三个人的年龄 1977年12月21号出生的马克龙 今年46岁 1958年10月8号出生的冯德莱恩 还不满64岁 习近平是1953年6月15号出生 还有一个月就满71岁了 仅从年龄大小来推断 习近平的可能性比马克龙和冯德莱恩都大 不过也不能完全肯定 年龄并不能作为根据 所以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 大家是否有印象 有一段官方影片中显示习近平在 爱丽舍公前下车之后 走路有些不正常 显得步履蹒跚 身体有些摇晃 有医学经验的人 看过之后认为这是脑血栓后遗症的表现 另外大家再注意看一下第一张照片 三位领导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有一个水杯 但是颜色是不同的 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水杯都是透明的玻璃 里面大概是装的清水 唯独习近平的杯子是黑色 我们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所以有不少人就猜测 习近平的那个黑色杯子里面可能是服用的某种药物 怕被人看到所以用这个黑色的杯子做演示 那么会议室里面那个轮椅的主人是谁呢 会不会再给习近平以备不时之需呢 大家是否已经得出了结论了呢 在中午时候呢 我在油管社群做了一个简单的温卷调查 猜这个轮椅是给谁准备的 截止到下午的三点左右 有567位朋友进行了投票 其中62%的人认为是给习近平 29%的人认为是欧洲会议室的标准装备 以备不时之需 2%的人认为是给王毅的 还有6%的人认为是其他 这个简单的民调呢 其实也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 那么如果这个轮椅的主人确实是习近平的话 我不太相信是网易和华春莹的疏忽 也不相信是工作人员的疏忽 我更相信是网易和华春莹在有意泄密 因为作为多年的外交经验的网易和华春莹来说 他们都非常清楚如何保护习近平的相关信息 在正常情况下 像网易和华春莹 他们都应该把这个轮椅给隐藏起来 以避免被外界发现 然后进行猜疑解读 一解读 那么习近平的秘密就被泄露出去了 但是他们都没有做 却把轮椅就放在了会议室那个角落里边 很明显就是在有意的泄密 前大陆媒体人赵篮健在推文中也提到了这个轮椅 他在推文中表示 某官媒主编给我发了一张图 含情默默的议会点到为止 我们从来不交流任何语言和文字 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琢磨一下 认真分析了这位主编的深意 如果习近平曾经患有脑血栓 我们知道 那现在他就应该需要保持一种乐观的情绪 这样对病情是有好处的 按照医生的嘱咐 德国脑血栓的人应该避免大喜或者是盛怒 否则血压容易升高 血压一升高就容易引发脑出血 这是很危险的情况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连续放出两个大动作 对习近平的刺激应该都是比较大的 我们先来说美国放出的第一个大动作 今天拜登宣布对涉及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其中电动车税率将增加到百分之百 随后 中国连续两次做出了回应 似乎是受到打击比较严重 先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反对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益 然后中共央视在晚间的新闻中称 美国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将严重影响美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对消费者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等等 根据白宫的声明 被加重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 主要是锁定在电动车 先进电池 太阳能电池 还有钢铁 铝 以及医疗设备等这些战略产业 其中电动车的关税税率 将在今年增加到原来的近4倍 从原来的27.5%升到100% 半导体电脑芯片的关税税率 将在明年的年底之前 从25%提高到50% 电动车锂电池从7.5%上升到25% 其实了解美中贸易的朋友应该清楚 这次美国新加征的这些关税 虽然数量不小 但是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影响 是比较有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公开数据来看 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只有吉利一家车企 向美国出口了电动车 数量也不多 是2217辆 太阳能面板去年从中国进口的 只占了中共出口总量的0.03% 数量非常小 前年从中国进口的医疗物资 只相当于中共总出口额的20% 因此从这些数据 我们就可以看出 对中共方面的贸易出口影响并不大 尽管白宫的官员表示 加征新关税有助于阻止 中共主导新兴技术市场的努力 以降低对美国国安和经济稳定构成的威胁 但是我认为 事实上这只是其次 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美国的11月大选 我们知道当下拜登的选情并不太好 原因之一是 中共野蛮不道德的贸易政策 仍然在冲击着美国的中小企业 对美国的经济伤害很严重 许多的美国中小企业被迫倒闭了 有许多的美国人因此失业了 而有传闻表示 川普计划如果是二次当选之后 准备再次重用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我们知道莱特希泽这人 是著名的对中共鹰派人物 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当中 令中共官员相当头疼 而最近莱特希泽又表示 惩罚不公平贸易已经不够了 必须彻底消除贸易立场 莱特希泽这个说法 显然又会为川普加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只能拿出相关的措施 对中共进行经济打击 因为这背后关联着 非常大的一群选民 我们不去管拜登这一招的本意如何 其实在外界看来 中共在川普和拜登的脚下 就像是一个球被踢来踢去 两个人想怎么踢就怎么踢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而这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来说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却是极强 所以以习近平的这个脾气 会不会对拜登加征关税的做法生气呢 再来说美国对中共采取的第二个大动作 昨天拜登发布了命令 禁止中共政府支持的比特企源有限公司 持有怀俄明州华伦空军基地附近的土地 要求在120天内 也就是大约4个月的时间 必须出售房产并且移除其中的部分设备 拜登的这个动作 对中共才是真正有力打击的 也是更让习近平恼火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比特企源公司 它的部分股东就是中共政府 2022年6月 他们这家公司买下了那片距离华伦空军基地 1.6公里的土地 而美国在华伦空军基地内部 部署着核导弹和洲际单道导弹等等 这些重要的武器装备 是极其敏感的军事重地 白宫今天表示 这个外资房地产 距离战略导弹基地 以及美国海陆空核三位一体关键设施 如此靠近 且存放着来自外部的设备 很可能借此进行监视窥探活动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公开资料显示 比特企源公司的总裁 是叫李嘉明 此前李嘉明还是中国香泰的总裁 官方资料显示 中国香泰是一家肉类加工企业 在重庆经营屠宰和包装设施 在李嘉明之前 中国香泰的总裁兼董事是吴小辉 1996年至2006年 吴小辉曾经在中共的外交部 港澳事务办公室工作 大家想 一个正牌的中共政府官员 转到企业去任职 很让人怀疑这家企业的背景 因为中国香泰 这是一家不大的小企业 效益还一直都不好 2019年8月之后 不久 中国香泰公司 转向了成豆粕和油品制造 并且涉及火锅店的业务 不过即使这样 经营也不理想 到了2021年6月 亏损额是越来越大 于是这个时候 李嘉明加入了中国香泰 成了公司总裁 李嘉明的专厂 是金融固定收益和房地产等等 却加入了一个与专业不相干的小企业 成了这家公司的总裁 这个诡异的背后 就不得不让人怀疑 李嘉明的背后 是不是有中共政府呢 2022年2月 中国香泰通过面向特定投资者的 直接发行和非公开配售股票等等 筹集到了1610万美元 12月 中国香泰在纽约就成立了 比特企原公司 总部设在纽约 李嘉明任公司总裁 他们以70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第一批742台比特币矿机 启动了美国业务 纽约时报去年10月报道 中共拥有或运营的比特币矿场 至少在美国12个州是得到了确认 其中包括就怀俄明州这个 比特企原公司 而美国各地的加密挖矿设备当中 绝大多数是由中共公司制造的 其中一个主要供应商就在海南岛的 一个中共政府大楼内办公 大家想生产加密挖矿设备的供应商 在中共政府大楼内办公 这不已经证明了他的身份了吗 我们都知道 中共生产的电子设备都有预设后门 不断的向中共传输数据信息 所以可以毋庸置疑的就是 在美国使用中共生产的这些设备 已经是处在了中共的监视之下了 纽约时报指出 那些比特币矿场其中一些有与中共政府或共产党有关联的个人或公司持有 比特币矿场里装着专门的计算机 24小时不停的运行 每秒执行数万亿次的计算 大家想计算机日夜不停的运行计算 当然可能是在获取比特币 但是也可能是在进行着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活动 比如监视1.6公里之外的美国空军重要战略基地等等 而对于在美国间谍渗透非常严重的中共来说 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很高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美国的国安威胁那就是非常大的 美国这个空军基地无论有什么动作可能都在中共的掌握之中了 我们知道当年美国轰炸南联盟的时候 有一架F117引擎战斗机被南联盟给击落了 凭着实际的能力他们是没有这样的可能的 但是就被击落了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中共派出了一个间谍特务 安插在了美国空军基地附近 在监视着F117的动向 在F117起飞之际 中共特务就电告了中共 于是计算飞行的距离和时间之后 南联盟对空中乱放炮 碰巧就击落了F117 如今中共把比特币矿场 安插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 目的表面上是在挖矿 在逃比特币 但是更深的目的是不是也存在呢 我们知道中共是没有远距离搜集情报能力的 它只能近距离的去监视美国的核导弹基地 那如今拜登已经发布命令 要求比特企园必须转手那片土地拆除相关的设备 这无异于就是打瞎了中共的一只眼 以中共的情报搜集能力 再想监视美国的核导弹基地 恐怕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大家都知道一句话 冰家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假如某个时候跟美军发生了冲突 那结果不是可想而知吗 所以美国的这个动作虽然幅度较小 但是对中共的打击可是很大的 一心称霸世界的习近平政权 会不会因此生气呢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大家愿意资助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今天资助 好了 观众朋友 再次提醒您 蓝莓优品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边的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选购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